拿起工具玩下腰背 不断把泥巴往屋外扫 能轻一点是一点 推车里装满烂泥 却只是冰山一角 越珠山坨台风来袭 造成台东太马里西暴涨 大量土石冲进西边的一处民宅 把家当都冲进了太平洋 留下一片狼藉 一切什么都没有 一切是我都没有了 因为我全部的气息都在这里了 你叫我去外面买房子 我也买不起了 屋主和儿子徒手搬杀时 搬了一个礼拜还清不完 只能先借住在亲戚家 看到毕生机器化为乌有 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 工手方面也就是这么抱灾 还抱那个两万块 我们不知道要干什么 也没有说 也没有说一定的补偿金 要给我们去外面买个什么 找个地方房子住 什么都没有了 不只住户苦哈哈 来到河床到处都是碎石 上方的南回铁路高架 地址更是严重操控 露出两只细细长长的桥墩 只要再一个台风或豪大雨 恐怕造成坍塌的公共危险 不过第一时间相关单位没人来巡查 直到立委庄瑞雄和泰玛里乡长来勘灾 才发现满目床仪 接触民众乘请之后 委员就尽速到现场 马上请台铁及公路局 要求他们尽速到现场去勘察 包括南回铁路和公路 都有路段发生地址掏空 台铁获报之后 也紧急前往会刊 表示将在两周之内 完成桥梁和桥墩的位移监测 并协同相关单位 迅速启动修复卑变 听新闻李玉汉开动报道